我在低位單打我最喜歡站的位置 是站在罰球線的第一格跟第二格中間這個白色的區域 為什麼我會喜歡站在這個位置 因為站在太低的話 我一往底線翻身就會翻到籃板的後面 但如果我站的太高 我一翻身又會翻到離籃框更遠的位置 所以一開始我就會喜歡站在這個位置決定去進攻 我已經知道我有跳投空間的情況下 我必須得先施加一些壓力給他 所以我反而可以用我的腳去做試探步 找到防守者的位置之後 讓防守者先沉退 我就可以去做一個翻身的跳投 又或者是一樣的動作 往後的試探步 讓防守者沉退之後 反而轉到正面 感覺是要跟他正面的對決之後 拉出這個空間來 我就可以做一個跳投 那真的成功 接著等我的時間 你們怕兩小時 真的很好 我們都沒有看過 對方 我們新興趣可以跟他